去年12月,政府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2023年,新興初創生態系統排名中 香港位列全球第二,亞洲第一 我們會進一步落實藍圖 包括1.成立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 2.促進微電子研發 明年內成立香港微電子研發院 新建成的微電子中心明年啟用 3.加速建設超算中心助人工智能發展 數碼港明年起分階段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支撐科研及相關行業的強大算力需求 推動產業發展 4.支援初創企業成果轉化 透過產學研一加計畫 促進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和商品化 首批申請結果明年第一季公佈 香港會將每所指定大學技術轉移處的資助上限 增加一倍至1600萬元 第五 設立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為推動下游的新型工業發展 我們會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先進製造 和生能源科技的企業提供更多資助 第六 推動數據跨境流動 今年六月內地和特區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促進內地數據 在大灣區內跨境安全流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